这不是经过授权的 移发揭幕的方式 把赖金德化移到上面来 我们认为这对高嘉宇来讲是不公平的 首纳接近党立委参选人吴欣贷的文宣 民进党北市党部主委张茂南批评 这根本是蹭赖金德声量 面对台北市港湖选区范率分裂 令再派出城市中四度同台扫街 要团结力量全力冲刺高嘉宇选情 吴欣贷他为了个人下次参选议员 为了他个人的利益坚持参选到底 活在自己的世界 不断的说谎 造谣 混淆 试听 甚至在文宣上用各种方式 试图营造他跟民进党是好像有关系 这段话跟他的照片来去说 其实代理人法案也是台湾基金同样支持 他的定位都是蓝白分裂 因为只有我才是绿的 因为他现在职务的身份没有办法 所以只好去挺民进党的候选人 所以在这边说一句不长辛苦了 我走了这么多次 在跟大家讲 高嘉宇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位立法委员 支持者都希望能支持高嘉宇 强调自己唯一挺高嘉宇 毕竟面对来势凶凶的李燕秀 虽然没有分裂的本钱 除了大咖接连站台浮选 高嘉宇也打出政机牌 梦批李燕秀似乎想要边缘化 网军公司后面就是在分化民进党 每一次的民调都显示高嘉宇的仇恨值 特别是在投给赖清德也就是绿营的支持者之中 是远高于甚至是国民党的李燕秀贴上我们的海报 结果被民进党党内有施压的状况 不利于本土团结 而且高委员跟胡一诗现在争取党义 跟绿营朋友的支持 但是常常这个面对自己的党义的时候 就会背离民意 李燕秀要听的是民意的支持 闲战到处一个月 港湖三出之战 战况越来越激烈 欢迎订阅吴志恒 业运达台北采访报导 请订阅按赞 分享华语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